各位聽眾、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這一節就沒辦法不講港台又再抽節目 港台抽節目就已經不是新聞來的 可能我講了這麼多次 我的觀眾聽眾都麻木了 不過就用智叔在這個十年本地彈裡面 一句話就說千萬不要習慣 如果不是我們那時候什麼都習慣 就不會搞到你們今天這樣 雖然我繼續講香港電台的問題 未必改變到那個事實 但是作為一個傳媒人 作為曾經在香港電台做過這麼長時間節目的一個 節目主持人 也是作為傳媒的一份子 我們能夠講的 能夠報導的 能夠分析的 任何的空間 我都要繼續講這個問題 最新的情況就是 星期一 就是今天這個播出的 這個鏗槍集 又再被抽起 跟著再下個禮拜 另一輯 那個命運都是很坎坷的 他聽是怎樣的 就講港台這個 這個傳媒的生存空間 我覺得很諷刺的地方就是 他探討傳媒的生存空間 但是港台的生存空間如何呢 今天被抽起那一集 其實就是在講什麼呢 就是在講這個學生會 就是這個大學的學生會 那個當選 祖國等等的情況 那個節目 叫做青春的一場修煉 但是大家記得 就是中文大學 就是我的母校 本來呢 就是成功當選了一個內閣 叫做索爺 烏天暗地的索爺 當選了之後呢 就給學校呢 高票當選的幾千票 給學校就發表一個聲明 就說他們那個 這個政綱和這個 他們發表的言論呢 就是不代表大學立場 又有機會違反這個 香港的法律 國安法 而要他們收回 那麼 本來學生呢 就一度是企硬的 後來呢 就收回言論之後呢 要繼續提出總辭 因為不單止他們 他們家人 亦都那個生命 會受到威脅這樣 那麼我聽了上來呢 這件事呢 我都覺得是很 很傷感的 因為我都是搞學生組織出身的 當時我們是 什麼都敢說 什麼都敢做 學校不會 就是雖然生氣也好 是不會用這些方法 去逼迫學生 那麼最後就 就是沒有了這個內閣 那麼除了他探討 他這個 所謂斷樁的情況之外呢 也都有 就是講這個 理工大學 當選的內閣的情況 那整個節目呢 其實如果用 政務官署長的說法呢 已經是相當客觀平衡的 因為呢 除了訪問學生會的內閣的成員 辭職的也好 當選的也好之外 也都訪問了兩國建制派 包括就是這個 中大的 其實是中大的校董來的 就是劉國勳 是立法會議員 以及立法會教育委員會的成員 容凱欣 回應大學學生會的角色和定位 為甚麼突然之間呢 在播出之前 沒有幾個小時而已 就是節目 在做旁白的時候 處長呢 就突然間要抽起 下令即時停止製作 不過沒有交代任何的原因 那 就是為甚麼會這樣 是不是這些問題 不可以探討的呢 我想知道 大家知道 朔夜他的政綱 就被左派輿論攻擊 就說他涉及這個港獨 然後他當選 學校就發表聲明 要他收回 不單止發表聲明 就說如果他不收回的話 連他的會址 即是他在學生會 即是學校借出的地方給他 都不讓他用 不代他收回費 即是變成沒有錢 是吧 如果你繼續這樣做 可能有機會 就開除學籍也不一定 這種迫害呢 其實作為一個新聞工作者 鏗槍集探討問題的一個紀錄片的 這個節目 是一定要做的 不做其實是失職的 他做的時候 亦都是非常平衡地去處理 整件事 劉國昏、容海恩 在裏面 講到他們的看法 那為甚麼會這樣做呢 學生會當然 接受訪問的時候 他就說 其實 鏗槍集的製作人員 那些製作人員 很辛苦 做了很多個小時的拍攝 甚至有一段時間 因為由他們 即是 一路正綱 即是要宣傳 去拉票等等 拍到他們當選 然後辭職 有時候要早上 清晨六點鐘 進去大學裏拍攝他們 其實 他在說 他裏面的內容是甚麼 我們無法看得到 很多都是個人感受 還有他們說 他們很小心 很多 紅線 即是他們覺得 沒有踩到任何個紅線 不敢踩 只是說自己的想法 那 這個學生就說 即是那個 內容也訪問了一些建制的立法會議員 那 是不是一個 紀錄事實都容忍不到呢 一條片 是否這麼容易動搖 動搖那個根基呢 那 即是 容開恩也好 很多是建制派的成員 已經做到很平衡 為甚麼都可以不讓出街呢 這個 我自己覺得百事不得其解 但是 今天 香港社會 發生的事 你覺得是有邏輯可言嗎 你覺得可以解得通嗎 他又不需要向你交代 以香港電台內部的事 編輯決定為理由 他不需要向外交代 那你不向外交代 你要向內交代了吧 你要向你自己的製作人員說的話 辛辛苦苦 拍了這麼多個小時 幾十個小時的節目 到臨門一腳 在做這個配音旁白的時候 你抽起 為甚麼原因 那你抽起 要不需要罰一些製作者的錢 你要解釋的嘛 是不是 好像說 你一個製作的製作費 可能是幾筆東西 甚至是更多的 怎樣賠給你 如果你數 香港電台其實 剪了這個節目 到現在為止 一開始 這個 白傳政務官上場之後 第一個抽起的就是 《香港故事幸福的妖道》 訪問了一些民主派的被捕人士 李芝蓉 和一位混血兒來的彭艾烈 就是因為豪衝爆狀案入獄 其實就是說他 入獄了 然後在監獄裡面 就看到別人 做這個街頭健身 沒有甚麼氣械的 於是他就 滴起心肝 可以叫做改過自身 去做這個工作 他是一個很勵志的故事 來的 然後譚小環 參與演出的一個小環節 環顧日常 是和食環處合作的 抽起 以事論事 討論這個中央 修改香港的選舉制度 抽起 蔡玉玲製作的卓越教室 講一些出色的 在學校裡面 教導學生的老師 很出色的 是得到獎的 抽起 另一個《香港故事逆行者》 訪問這個LMF 和這個作家 蔣曉薇 抽起 然後就口述影像 聽出好氣勢 黃秋生參與 抽起 最新的 就是鏗鏘集 訪問這個中大學生會 當選內閣 索爺和這個理大學生會 抽起 下個禮拜 即是可能那一集都會抽起 訪問香港的媒體的生存空間 有機會再抽起 再加一個紀錄 現在就九集最少 會不會十集 十一集 十二集 不知道 不單止這樣 還有 就是 這位 百傳 政務官 對於一個節目 一個清談節目 是一個很受歡迎的清談節目 叫做午夜廣場2021 消息傳來 現在就under review 港台管理層就說 暫時就不要做 直至到審批通過為止 我的經驗暫時不做 暫停意思就是玩完了 因為頭條新聞都是暫停的 暫停了成年 沒有了 不會再回來 五夜廣場是甚麼節目 小弟都有參與過 一集那麼多 就是講文學的 是 鄧小環就請我上去講 《1984》 都挺好的 挺開心的 因為 這本書 我在中學的年代看 到現在仍然是力九不須 很多人 將目前香港的情況 或者很多極權社會的情況 就覺得George Orwell 是一個 寓言家 很多小說文學都是寓言家 你看得到 連十年你都覺得是寓言 智叔說的 千萬不要習慣 本地彈都是寓言 除了這個文學有解傾 我參加過這個 文學放得開 還有其他的環節 叫做哲學有解傾 歷史是這樣說 學人串社科 真是好科學 其實都相當學術的 這五大主題 很學術 有時我上去 你知道我不是很學術的人 都要 戰戰兢兢做很多的功課 看那部小說 看那個電影 然後才敢上去講 不敢空口講白話 但是 港台的管理層 就通知 要求停止製作 直到管理層通過審批 但是 有一些主題 這一季已經拍了 錄影了幾集 有些不是很有時效 譬如 真是很科學 說科學 他現在就是 要抽起 其實這個節目 如果你想回到YouTube 題 那個點擊率是相當高 雖然是幾個人 坐在這裡悶悶地說話 但是相當有趣 我自己覺得 是學到東西的 無論講哲學 講文學 講科學 講社會科學 講社會科學 從歷史 從文學 從科學 等等各個角度去分析 都容不下 而且這些節目 其實有得獎 不少獎項 曾經獲得 2017年香港電視大獎 訪談節目獎 的提名 也是點擊率很高 你說 說來電視大獎 收視率不高 當然 有很多地方都未必看得到 這個數碼電視 但是他的點擊率 是非常之高 在YouTube上 很多年輕人都喜歡看 現在掀起一股 哲學 即是深度探討哲學的思潮 我覺得這幾個節目 其實是居功不少 為何都要抽起 和這裡有關 政治上不正確 我自己看來 因為政治上不正確 所以就抽起 好了 要抽起 不單是香港電台 抽起節目 其實已經不是一個 不是一個 叫做 身份 不過我們千萬不要習慣 另一個抽起的 就是奧斯卡頒獎典禮 在大陸已經不播了 講到明 這個4月 4月幾號 4月26號上早8點鐘 大陸已經決定不播 亦都報導 亦都需要很低調 事源 因為有 有一個香港的紀錄片 叫做 挪威導演拍的 其實好像是 在YouTube 不知道有沒有播 我不知道 有人發了連結給我 但我還未詳細看 這個Dulose Bridge 不割席 入選了奧斯加最佳紀錄片 短片獎 其實這個短片 已經在線上可以免費看 裏面講些什麼 就是拍了 反送中運動裡面 重要的事件 包括中大衝突 里大的衝突 914 九龍灣 淘大商場 十一遊行等等 亦都是有很多抗爭者的訪問 圍繞著 叫做 不篤灰 不割蓆 等等 這些 在運動裡面的 最重要的原則 亦都會探討到 究竟這個運動 為何可以持續這麼長的時間 TVB 本來每年都播 突然之間 有個報道 就說 決定不再轉播奧斯卡頒獎典禮 開台52年來的第一次 所以 香港其他電視台 亦都不會轉播 所以在香港亦都未必看得到 官方轉播 這個媒體向無線查詢 發言人說 無線電視沒有 沒有2021年奧斯卡金像獎的播映權 本台決定不繼續商討有關 今年播映權 是純商業考慮 我不知道你信不信 這個英文府報 也有個報道 引述TVB的發言人 就是這樣說的 他說 TVB今年 轉播奧斯卡頒獎勵 是 不會轉播奧斯卡頒獎勵 是純商業的決定 因為今年我們沒有購買轉播權 你不去買 不是說不讓你播 你不買 那就沒有了 這樣 我自己的理解 香港的媒體向不看 現在中國大陸已經宣佈了 知情人士說 會禁播 媒體禁止直播 4月25日舉行的奧斯卡頒獎勵 而是要求 所有的大陸的媒體 低調報導 那 那個其實原因 也是不說自明 其實 除了這個 不割席 這個Split 這一套紀錄片 是跟這個反送中央運動有關 一個不過意得獎 那怎麼辦呢 那就不播了 那還有呢 那還有呢 其中另一個呢 就是美籍華裔導演 趙婷 的一套戲呢 一套作品呢 叫《浪跡天涯》呢 是提名國族最佳的導演 那其實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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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跡天涯呢 其實 一度呢 這位華裔導演呢 是得到很多其他的獎項的 得到這個金球獎 最佳導演等等 就是環球時報呢 形容他得獎呢 是 早前 就說他是中國的驕傲 那但是呢 趙婷曾經是接受訪問的時候呢 講他在 年輕的時候 或者小時候 在中國大陸生活 的一些經歷 他提到呢 就是這個是一個 充滿謊言的地方 講完之後呢 被人找出來呢 於是呢 這個環球時報也好 其他黨媒呢 一反常態呢 就去全面去攻擊他 甚至呢 說趙婷呢 就說你出來運 遲早要運 即是出來行 遲早要運 你說這個話 本來就變成中國的驕傲呢 就變成中國的地底泥 全面去抨擊他 那我自己 可以理解呢 就是為什麼中國的媒體 被下令說要低調 報導這個奧斯卡頒獎禮 中國的這個電視的媒體呢 下令是禁播呢 禁止直播呢 原因是不外乎 和這個趙婷的浪跡天涯 有機會得獎 和這個反送中運動的紀錄片 不割席 有機會得獎 完全有關係 那這個都是 我自己覺得是 就是掩耳道靈 將頭埋在沙堆而已 是吧 就是 總之我做黨媒 我不播這些東西 那他就覺得呢 中國人民就不會知道 這兩套這個紀錄片 和這個作品呢 是有機會得獎的 他覺得不報導呢 大家就不知道的 那確實是 中國這麼大的地方 的資訊 雖然你說有這個互聯網 它是內聯網來的 很多東西是不會大肆的報導 很多人都不會關心的 於是就不知道了 那活在一個美好的世界裡面 他們認為全世界最幸福 但是作為香港人 你TVB也是一樣 就是TVB緊跟中央電視台的做法 他不播 香港也不播 五十幾年來 每屆都播的 我就是不播 那他認為不播呢 香港人就不知道了 是不是這樣呢 就是掩耳道靈 其實他不播 他不是香港人不知道 他不播就政治正確 大家知道TVB的資本 在大陸放了很多錢 裡面也找了這些新的 新官上任 做什麼首席創意 做什麼 就是 新的這個綜藝節目 出來這個 這個 搞這個姜濤等等 那些 你知道那些taste是怎麼樣的了 他不去緊跟這個政治正確 他可以做什麼呢 那我對他沒有任何的期望 其實 對TVB 不過我慨嘆的地方就是 就是你跟到這麼足 跟黨媒體 跟黨媒體沒有什麼分別 在香港這個社會 TVB已經沒有什麼人看了 你還是這樣的話 就突顯了你 完全是跟中國大陸的媒體 看不到任何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那你在 無線也是這樣 香港電台 你看看 那種抽節目的情況 其實是瘋狂的 那你就是 告訴別人 不單止香港電台 向CTVB看齊 其實就是向黨媒看齊 在這個香港電台裡面 這個空降的政務官 再加上裡面 在做了很久的 現在爬到很高級的大陸黨 協作底下 將香港電台這個百年老店的金七招牌 一個月裡面 打個希巴蘭 我作為一個媒體人 見到這樣的情況 TVB我已經覺得是死不足色的 沒有什麼人看你的 但是香港電台 我替香港電台裡面的員工辛苦 怎麼做呢 怎麼可以捱下去呢 這段影片暫時講到這裡 繼續支持我的Patreon 繼續支持我心直口快的頻道 多謝你們收看 再見 早前我在這裡向大家介紹這個NOT VPN 除了可以保障你的私隱 隱藏你的身份之外 有些秘技大家可能不太清楚 例如如果大家有看這個Netflix的話 有些片是美國才看到的 香港是看不到的 但你透過這個NOT VPN 登入了美國的網址的話 就有機會看到 在美國播出的一些電影 或者電視劇集 又例如 如果你在網上買一些貨品 或者是訂機票 或者酒店 有些公司的規定 如果你在當地訂的話 你有機會拿到比較大的折扣 或者訂到比較便宜的酒店 不過每個公司的政策都不同 你可以試一下 看看是否真的做得到 現在訂NOT VPN 就可以拿到一個比較大的折扣優惠 透過這個網址 以及用一個優惠碼 SAMNGX 你可以拿到三二折 一個兩年的計劃呢 平均一個月 是三個七毫一美金 加送一個月免費 一家大小 六個設備可以一起上網 挺好用的 大家不妨試一下